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的一场 那同学们,经过前面的九个小学习 我们第十四课的学习也快进入了尾声 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小节里面 我们就要对之前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下复习和梳理 我们主要有两大块内容需要梳理 第一块,语法部分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单元我们学习过的语法现象 第一个,物主带词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格变化 第二,带双边语的动词 第三,情态动词的过去式 那除了语法部分以外 我们还要能够自如应对以下的交际场景 比如说,可以跟朋友们聊一聊节假日 例如圣诞节、新年、复活节和婚礼的场景 然后我们可以表达美好的祝愿 或者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同情 第三个,我们要能够发出邀请 并接受邀请 第四点,我们可以跟朋友们聊一聊礼物 第五点,可以和朋友们聊一聊家庭 聊一聊朋友 好,那我们从语法复习开始吧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7页 我们看一下物主带词的原型形式 物主带词原型 然后我们以你的 也就是dain为例 将它在第一、第三和第四格的变位规律总结录下 这个表书上也有 横着的是阳性、中性、阴性、腐术的名词 竖着的一列 分别为一格、四格和三格 我们先看第一行 这是在一个情况下 阳性、中性、阴性、腐术的变位 再看四个 Ich besuche deinem Bruder Ich besuche dein Kind Ich besuche deine Schwester Ich besuche deine Kinder Seakan Sangha Ich schenke deinem Bruder eine Uhr Ich schenke deinem Kind eine Uhr Ich schenke deiner Schwester eine Uhr Ich schenke deinem Kind eine Uhr 我们之前有提过 所有的物主带词词为变化 都可以参考、上表 只有你们的 Euer这个词略微有点变化 我们将Euer的变化规律 在总结录下 简单说来 Euer这个词 若后面需要带上其他的尾巴 不管是A、AN或者AM或者AR 只要你要加 那么原本Euer这个词 第二个A就要去掉 词尾该加的加 但是前面那个A要去掉 具体说来变化表格如下 OK 接下来我们再一块来看一下 带双边语的动词 第一列是主语 Zubjekt 第二列是味动词 Verb 第三列是Dativ Ergänzung 第三个不足语 第四列是Akkusativ Ergänzung 也就是四个不足语 Ich wünsche dir euch ihnen ein schönes fest 我祝愿你 你们 您 节日愉快 Ich empfehle ihnen einen Guteschein 我建议您 一张礼品券 Dagma Karina schenkte Johannes ihm eine CD Dagma 送 Johannes 或者送给他 一张CD Karina schreibt ihren Freund ihm eine SMS Karina 给他男友 或者给他 写一条短信 Er gibt seiner Freundin ihr Den Ring 他给他的女友 给他 买那一枚戒指 Wir kaufen 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们 给他们 买一台电脑 通过以上例子 我们知道 德语中部分动词 是可以支配双冰语的 这种动词 后面的支配现象 就是跟一个间接冰语 也就是三格 和一个直接冰语 也就是四格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通常 归纳总结为 人三 物四 因为人 在这个动作中 往往是做一个承受者 是个间接冰语 而物呢 往往是这个动作的 直接支配者 所以它是四格 所以呢 Schenken Geben Kaufen Empfeilen Sich Wünchen Scheiben 等等 这些词都是很常见的 要求加双边语的动词 另外 在之前的学习当中 我们一块探讨过了 三四格的语序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三格和四格 现在放在了一块 那么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 它们的语序问题 那 让我们再一块 看一遍这个规律 在三四格 都是名词的情况下 请按照 人三物四的顺序 若其中 不管是三格 还是四格 有一个是代词 那么 要将代词 优先与名词 若三格和四格 都是代词 则请按照 先四 后三的顺序 那说完了双边语 我们再一块来看一下 情态动词的过去式 请大家看一下表 具体的变化 我就不念了 请大家一定要 把这张表格背下来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 几个要点 方便大家记忆 首先第一点 情态动词的过去式 和haven的过去式 拥有一样的词味 第二点 所有带了可变原因的 情态动词的变因 在过去式当中 都是去掉两点的 也就是不变因 第三点 在过去式变位当中 第一人称单数 和第三人称单数 拥有相同的变位 这一点 其实是适用于 所有的过去式 不管是规则动词 不规则动词 情态动词 都遵循这个规律 最后一点 情态动词 michten和volent的过去式 都是一样的 我们同意用volent的过去式 也就是volent 行 那我们再看一下表达部分 第一个 逢年过节 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如果遇上了德国人的圣诞节 你可以祝德国人 vrohe Weihnachten 圣诞节快乐 回答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 Danker Dier auch schöne feste Tage 也祝你节日快乐 那如果遇上新年 该怎么办呢 Zilveste 除夕 或者Neuja 新年 在这样的场景下 我们可以祝对方 新年快乐 Alles Gute im Neuja Für Glück und Erfork 或者也可以说 Einen guten Rutsch ins Neuja 回答别人的时候 你可以简单地说 Danker Dier auch 或者Einen auch 您也是 复活节的场景下 我们可以祝对方 复活节快乐 Fürger Ostern 好 那如果遇到了 Hochzeit 婚礼的场合 你就可以祝对方 Alles Gute zur Hochzeit 祝婚礼 顺利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生活场景下 怎么样的一个应对 比如说 遇到朋友们考试 Trufen 遇到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说什么呢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衷心的祝福 Ich wünsche dir weiter viel Erfork 或者Ich wünsche Ihnen weiter viel Erfork 我希望你或者您 能够继续成功 Das hast du toll gemacht Wow 你干的真棒 Weiter so 继续这样子 那如果要回答 我们只需回答 Danke就可以了 再看 如果朋友家生了孩子 那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怎么样祝贺呢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Glückwunsch zum Geburtstag 有点长 没有英语的 那个Happy Birthday 那么简洁 但德国人一般 比较常见的表达 就是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Geburtstag 当然你也可以简单地说 阿勒斯固特 当然阿勒斯固特用的场合 不仅仅在这里 生活中很多场景 都可以用阿勒斯固特 另外呢 你也可以这么说 Fill Erfork Went for Allem Gesundheit In Neum Lebensjahr 祝你啊 在新的一年当中 要有Fill Erfork成功 另外呢 Gzondheit要健康 For Allem 就是主要 首先 这个表达显得比较正式 好 那如果说啊 身边的朋友 发生了一些不幸 那遇到了温法 事故 或者呢 生病了 Kongheit 那这个时候 我们常见的 用语有这些 第一个 Guter Besserung 这个词非常重要 祝您早日康复 去医院看病人的时候 这个词 绝对是必备的 祝您早日康复 Guter Besserung Alles Guter 也可以用 祝您一切顺利 回答怎么办 你可以说 Danker Das ist der net von dir 或者 von Ihnen 谢谢了 您真好 或者你真好 最后一个场合 相对少见一点 如果遇上了丧事 身边有人死了 那你可以说 Heartlicious By Light 诚挚的哀悼 By Light 这个词 就是表示一个哀悼 好 我们再看下一点 如果想邀请朋友 或者呢 朋友邀请你 然后这时候 想做一个回复的时候 那我们看看 这时候怎么说呢 课文中出现过 这样的句子 Winzer Hochzeit Fein wir am um im 后面三个戒词 表示不同的意思 am 表示在哪一天 um 表示在几点钟 im 可以表示在哪个月份 也可以表示地点 在什么地方 然后正式的邀请 你可以说 Zo unsern fest laden wir euch herzlich ein 衷心邀请你们 来我们的这个节日 Ja, kommt doch Bitt sagen unsbiss Bescheid 你们来的吧 请在什么时候之前 一定要告知我们 Bescheid sagen 这个端语 再复习一下 详细告知 详细通知某人 好 回答我可以怎么回答呢 明确表态 我们来 你要说 Wir kommen gerne 如果有犹豫的 有问题的 你可以说 Wir kommen Aber Aber wir haben noch eine Frage 我们还有个问题 当时我们课文里面 碰到的问题有 比如说 Wo können wir übernachten 什么地方可以过夜呢 Übernachten 这个动词 再复习一下 过夜 或者呢 你也可以说 Können wir unseren Sohn mitbringen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儿子 一块带过来吗 那假如说你真的来不了 那你应该跟人家直接说清楚 Wir können leider nicht kommen 这样的话 主人也可以另做安排 好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礼物 在礼物这个场景下 我们很可能想要问 我们可以送你们点 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说 Was können wir euch schenken 你也可以问别人 你送你的谁 什么东西吗 Was schenkt du deinem 或者你也可以问 或者你也可以问 Was schenkt man bei euch zu zum zu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 zu 后面就是跟场合 问别人在什么场合下 送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这个 zu 我们以前应该强调过 zu 还是 zum 就是带不带这个定贯词 是要看后面那个场合的 或者具体说来 节假日的话 如果是西方的宗教节日 那后面就不要带定贯词 反之 如果不是宗教节日 需要带定贯词 大家可以回顾我们之前的 比如说 生日快乐 你要 zum Geburtstag 而在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说 zu 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说 zu Weihnachten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schenkt man bei euch 在你们那边 人们送什么东西吗 habt ihr eine geschenkliste 你们有礼物清单吗 在回答方面 我们可以考虑的 巨星有 Ich schenke meinem Bruder ein Buch 我送我兄弟一本书 Man schenkt oft einem ein einer 人们经常送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也可以回答 Nein Das kann man nicht schenken 或者 Ja sehr oft 这边我说个小插曲 在国内 咱们要是同学生日 朋友生日 你可能会拎了水果去 拎了蛋糕去 你觉得这是一个礼物 但在德国 水果 或者蛋糕 这种不算礼物的 生日的时候 可能会送人家贺卡 送书 送鲜花 送有纪念意义的小东西 但是 食物类的 水果类的 在德国人眼中 这不算礼物 所以你可以造这样的对话 Schenkt man in Deutschland zum Geburtstag obst 回答 Nein Das schenkt man nicht 好 最后一块 我们来看看家庭跟朋友 我们可以聊些什么东西 常见的 问对方家庭情况 你可以说 Bist du faire high hearted 或者 Lips du align 你已经结婚了吗 你独自生活吗 我想强调一下 大家知道 这些问题在西方 是属于比较private 比较私人的一些话题 请大家看场合问 陌生人 或者关系 还不熟的朋友之间 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对方可能不愿意回答 那如果是熟人之间 是可以问这样的话题 那常见的回答应该是 Ich bin lady Ich bin fair high hearted Ich bin gesheeden 或者getend 都可以 我单身 我已婚 我离异 其中 gesheeden跟getend 意义上面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 差别 gesheeden 强调的是 法律意义上面的 离婚 而getend 更多是分开了 分手了 或者分开了 不一定 一定是离婚 那两个词意 还是有点区别的 或者也可以问 Hast du geschwister kinder 你也可以回答 Ja an brother an tochter 这是问 你还有其他的家人吗 或者你也可以问 Wen treffst du oft 你经常跟谁会面呀 Ich treffe meine Eltern jede monat 我每个月会去看望一下 我爸爸妈妈 Wie lange kannst du 谁你已经认识多久了呀 你可以这么回答 Seit dem kindergarten Seit der grundschule 从幼儿园开始 或者从小学开始 我就认识了 某某某 也可以问 Wor hast du 某某 kinder gelernt 谁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呀 然后你可以回答 im warlap 在度假的时候 by der arbeit 工作当中 或者in der universität 在大学里面 另外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kennen和kennenlernen的区别 最后一个问题 Mit vem sprichst du über Probleme 这个我们以前学到过 你会和谁聊你的问题 Mit vem 因为mit后面加三个 所以后面能和谁 谁要进行相应的三个变化 也就是vem 回答你可以说 Mit meine Frau Mit meine Freund Mit meinem Eltern 我会和我的妻子 和我的男朋友 或者和我的父母 最后再强调一下 刚才很多的问题 会涉及到对方的私生活 所以对方如果不想回答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Darüber müsste ich nicht sprechen 对此我不想聊 假如你听到对方这么回答你 那你要赶紧早点别的来聊一聊了 不然就尴尬了 OK同学们 说了这么多 那这个单元的要点 也就差不多梳理完了 好 那么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吧 Auf Wiedersehen